首先你要做之前 你先看一下 這麼多張 你就看你要哪一張 自己挑 好 自己挑一個 如果你要頭的 還是有人要屁股的 其實它這個是那個3D電腦動畫做的 就是這樣去畫的 其實也蠻厲害的 好 那你現在呢 你可以把它抓出來 假設我要這一張 就是用這一張 假設用這一張 那你看原本的圖是這樣子 是這樣子 那怎麼樣讓它變成像剛剛那樣子 其實我們要搭配 折射片跟什麼 筆刷 折射片跟筆刷 你看我們的筆刷 之前我們用的其實都是比較正常的筆刷都在這邊對不對 其實它下面有沒有一些比較特殊的 有沒有 蠻好筆的 其實當然如果你真正要有很多那個 筆觸的那個模擬的 你要用另外一套有一個叫Painter Painter 那個是Core那一家公司的 應該說被它收購了 就是 像我們上次講過嘛 有力也被那個收購啦 有力也是被它收購 那 它這裡面就有 那如果你覺得這邊不夠 其實這裡面還有 你有發現 Photel的操作模式都一樣 沒有的都找上面這裡有沒有 有些選項啊都在右上角那個三角形 那你 有沒有 這裡有一些類似的 或什麼書法筆刷 那如果你去網路上啊 網路上有人有 整理或分享一些那種筆刷 我比較最常看到就是什麼 500種筆刷 但是我跟他說你沒那麼久了 500種你敢說 那麼久了 一起 喔這筆刷什麼 所以 其實就是 要看你自己啦 多不見得好 你要有用 才 才是最重要的 擁有跟會用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去找到一些 那如果都沒有的 就是 到網路上去找 Photel筆刷應該就可以找到 那 這裡面的話 比如說我們就先找 找看看 比如說我選這種 比較 有那個 Bits A那種有沒有 像毛筆這樣會有一點點Bits A的 找一個 它的尺寸你可以自己調整一下 尺寸自己調整一下 好 那我們來試看看喔 這一張 你看 一過來有沒有發現那個筆刷 就不一樣了 我們之前都圓的嘛 那你選好了之後呢 請問你 順便提一下概念 背景可不可以變透明 背景可不可以變透明 有點有 這樣子的 那 怎麼樣變透明 你看喔 這裡 有沒有一個橡皮擦 如果你去擦 假設我這筆刷有變大一點 一擦有沒有變透明 沒有變透明吧 我們講說變透明是有那個格子狀有沒有 為什麼 因為它是背景 所以一擦了之後 會用誰來填 顏色 是用背景的顏色來填 還記得嗎 所以說 背景的話很抱歉 不能做透明 第二個 背景還有什麼特性 能不能移動 你看我要這樣移動能不能移動 因為 背景永遠都是鎖住的 了解意思 永遠都鎖住了 還有 背景我們昨天在做那個拼圖的時候 請問你可不可以加這個 背景可不可以加這個 不行對不對 你有發現背景的限制很多 好 所以說你可以 發現說其實背景 不能加這個 可不可以加這個 因為填層車這邊的主要目的是決定什麼 那個透明度對不對 所以它沒有透明度當然這個就不能加 這樣了解了 所以說你如果這個要用 那 你要先把它轉換成什麼 填層 轉換填層 這樣了解了 所以你可以發現說 甚至有的人 開心檔案的時候他就不要背景 他就這邊就直接用透明 了解我意思 只是說如果你是一般的 圖片一打開 那麼它一定是叫背景 比如說你的數位相機的啦 或者說你一般 網路上的這種照片直接存下來的 一定是有背景 除非是Photoshop自己的檔案 這個是你要稍微留意一下的 所以我就先把它轉換成這個 接下來 再幫它加上一個什麼 塗層摺色片 有沒有 這樣就進來了 那 等一下我們再繼續 你先完成到這邊 找到那一張之後 記得把它變成什麼 把它變成 就是 塗層 把它變成塗層 增加一個塗層摺色片 接著 你用你的筆刷 找到一個你覺得比較滿意 有藝術感的 有講過 在塗層摺色裡面 哪一個顏色是代表 不透明哪一個顏色代表 透明 黑色代表透明 白色代表不透明 所以你看現在 塗層摺色片是不是都是白色 所以肯定它一定是 全部都有怎麼樣 透明 不不透明啦 好那 所以說你有兩種方式 你有兩種方式 一個是 我 點到這邊 你要確認一下你在這裡喔 剛剛還是有同學 點在這裡 然後就給它刷下去對不對 臉就變 就壞了對不對 好 所以說 要注意一下 請點到什麼位置要注意一下上面 好那麼 如果你要用這樣子 那剛剛就有同學想說 既然我們黑色是透明嘛 我就用 黑色是把旁邊不要刷掉 好 那你用這樣刷 你覺得好不好刷 其實 比較不好刷 對不對 當然你 你 如果 覺得說 這樣就好刷 當然也是一種方式啦 也是一種方式 這個你可以自己調整 可是 總是 要刷到說很 順好像就不是那麼好 好就不是那麼方便 那我現在 我們用一個另外一種方式來思考看 我把它 本來是白色的 我現在既然在這裡面 我就用油漆桶 我倒黑色的 好我來這邊倒 我把它用 你如果用倒的也可以用這裡有一個填滿有沒有 也可以 好我用填滿的我把它填那個前景顏色黑色 這樣有沒有變全部都變透明 看不見嗎 現在呢我用筆刷 我填白色的可以吧 顛倒過來嘛因為我可以刷出來啊 好所以 我現在這樣子 這樣你覺得有沒有比較容易一點 相對來講這樣應該會比較容易 好那如果你說 我就是不太了解什麼 不太了解那個 人的位置啊 你可能 有兩種方法 這是第一種方法 你可以稍微 就是因為 我們大概看一下 大概知道在哪裡 這是第一種 那如果你覺得這樣 我還是不是很容易知道的話怎麼辦 沒關係 這個先丟掉 我重新 再來 可是這一次我用另外一種方法 我進到什麼 快速折片可以用吧 對不對 點進去 那麼 你看喔 我可不可以在這裡這樣刷 你不要忘記快速折片要做什麼 選東西而已啊 對不對 對不對 那我就是待會是不是要刷這裡 我要的是不是就這一塊 嗯 好 那我刷完了 我現在是不是就回來 回到這裡來 請問哪裡選到 外面選到對不對 是不是做一個反轉 好 其實齁 你在按回來的時候 你按ALT 它就自動點倒 只是我們這樣不要再另外計啦 你如果 想要試看看的 就是 當我從這邊 快速折射片 要回來的時候 你可以按住ALT 它就黑白交換 黑白交換 那我現在做一個反轉 我現在是裡面選到了 當我選完了 我再增加塗層折射片 也沒有一樣的效果 也是可以嘛 所以說看你 我講了兩個種方法 看你是要用 先把塄層折射片 填黑色的 再來刷白色的 或者你要用這個 對不對 那用這個好處就說 你可以看得到 換你 任選一種就好喔 你們現在很多人都是 怎麼畫 都是這樣 你看我點到這邊來 我先離開它 我點到這邊來 對啊 你都想客氣 都這樣 這樣 這樣 慢慢畫慢慢畫 邊緣就會變得很亂 對不對 不然就是筆刷太小 筆刷很小 慢慢塗慢慢塗 各位 你現在是大師喔 麻煩你 要有氣魄一點 努力就是努力啊 不要怕錯 所以說你在這邊 我重新 假設我在這裡做 那我先把它填滿 重新填滿一次 把它填背景顏色 這樣是完全不見對不對 那你要刷怎麼刷 你就不要客氣 就刷下去就好了 這樣了解意思嗎 你慢慢的 慢慢的慢慢的 很細 你就會覺得 比較沒有那個感覺 嘿嘿嘿 然後還有一個 我刷 我都是刷同一個方向 你有發現嗎 我比較沒有像有的 你是這樣 有的這樣刷 這樣刷 又這樣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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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啦 只是說我的刷法 我這樣的話 因為筆觸會比較一致 所以就覺得 有一點點那個感覺啦 感覺一下自己當大師吧 這邊假設你這樣OK的 那 你可以增加一個塗層 把它擺下面 你可以用不同的顏色吧 對假設你還是要用白色 你就添下去 是不是就有白色的底了 那當然如果你用不一樣的顏色 比如說你選看看 其他的 我們在濾鏡裡面 在濾鏡裡面還有 這個用這個顏色可能不太好 在濾鏡裡面有一個叫做 紋理 你可以試看看 有一些那個什麼 紋理還是藝術 我忘記 有一些那個什麼 那個 底圖的效果 底圖效果也對 文理化 還是彩繪玻璃 進來之後他會在這邊有一些 效果 你可以拿來當作 類似當作底圖來用就對了 好吧 增加一點 文理化 有沒有 好如果你覺得這個OK 這個右邊還是可以調 那你可以把它按確定 這樣就會有一點點紙張的效果 有一點點紙張的效果 OK嗎 好那我把畫面還給你 好嗎 來吧 我把畫面還給你 好嗎 感谢观看